這個是我本人第三次來到這裡 我還是覺得很值得 這次最期待的泰國換裝體驗 你可以像這樣走一整天 然後開出這麼多好看的照片 空間裡面其實就可以打開你的窗戶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可樂特派員Angela 我是可樂特派員陳慕 這一次帶大家要來的地方是 清麥 沒錯 那清麥它本身的話呢 是一個美食啊 歷史文化還有文創 都非常濃郁氣氣的一個城市 還有非常多咖啡廳 沒錯很適合自由行 那這一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來幫大家整理 來清麥自由行的話 算是一個攻略特輯 讓大家正在參考 那我們現在的話 人就在清來 清來這個部分啊 它其實是在 清麥旁邊的另一個城市 那因為它有很多知名的景點 所以是來清麥旅遊的人 都會透過一日包車 或者是跟團的方式 來走一日遊的行程 今天的第一個景點 非常非常有名的 瓦隆坤 也就是白龍寺 就是俗稱清來的白廟 非常的漂亮 金光閃閃 非常精靈的 那我們現在就 一起先去買票吧 GO 門票長得很精緻 剛剛已經買完票進來啦 它整個金光閃閃 而且剛好我們到的時間 是有點快要太陽下山 沒有那麼刺眼的時候 現在是下午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水池 倒影看起來更金光閃閃的 很有魅力 而且它的白是非常純潔 很乾淨的那種白色 雖然說這個是我本人第三次來到這裡 我還是覺得很值得 就非常的漂亮 欸這個 真實嘛 地獄的感覺 有點可怕 那它上面還會有放一些 那裡面都是那個錢 對 有點像許願池 那這一條拍照會很美 我們現在已經逛完白廟了 拍了非常非常多的照片 嗯就是真的很適合拍那種時尚大片 金黃閃閃 因為它整個建築太美了 尤其是你當你走在裡面的時候 它又有很多角度可以讓你取景跟拍照 我覺得跟曼谷的鎮王廟有類似的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這裡啊其實是非常知名的一個景點 所以它觀光客也非常多 強烈推薦大家要預留一個或是一個半小時 我覺得一個半小時可能會比較適合 因為你有時候可能遊客比較多 或你想要拍照會要等啊之類的 對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慢慢逛 而且它其實白廟旁邊那一條周邊 它有一些還蠻可愛的一些攤販啊小店 甚至還有太府租借都可以去逛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接著去藍廟囉 走吧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到藍廟了 那藍廟這邊的話呢 剛剛剛剛的白廟比較不太一樣 白龍寺它其實是由藝術家私人去建造的 所以它營業時間比較早 它只有到下午的五點鐘 可是藍廟這邊的話呢 它是由民眾捐錢來做建造的 所以它開的時間比較晚一點 它是到晚上的八點鐘 所以說如果你們在安排行程上面的話 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然後注意一下營業時間來安排這個順序 那藍廟這邊的話呢 它其實是不用門票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一起去參觀吧 Go 它的天花板是真的 很美耶 哇 它這個人側面都做得很美耶 又是一個金光閃閃 沒錯 沒錯 我們結束了今天的白廟跟藍廟之旅之後 到附近大概車程15分鐘左右的一家網紅餐廳 它這家餐廳叫做La Rita Cafe 那這邊啊它其實除了有 目前我們看到的非常多樣的菜色之外 它還有像是咖啡啊甜點啊蛋糕那樣子的東西 所以它的選擇還蠻豐富的 那實際上這一家餐廳更有名的是它白天的風景 就是外面會有一些纖細飄飄的裝置 很適合拍照 很適合拍照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可能是自己私人啊包車來 親來一日遊玩 但是你可能附近不知道吃什麼的話就推薦給大家 泰北的金麵就是泰北咖哩麵 然後泰文就叫Cosso 它會做雞肉的啊牛肉的煎蛋不一樣 就是上面的主食一次可以自己選擇 它是很濃郁的咖哩的香氣 聞到椰奶香 椰奶味道非常明顯 如果你本身喜歡吃重口類 然後喜歡帶一點甜味的 你會非常喜歡吃泰北的Cosso 我覺得泰式菜雖然它加了很多油 但是那就是相近來源 沒錯 快樂起來 那我們現在呢要來的行程是 我這次最期待的泰府環莊體驗 然後我們來的這家店叫做 Let's see the studio 那我們會選這家店的原因是 因為它本身就在古城區裡面 離附近一些熱門的景點 像什麼柴麗龍室之類的都還滿近 所以就很方便你換完衣服之後 就過去拍照這樣子 那我們就去換裝吧 我喜歡這個藍的 就是淺淺比較浪漫的顏色 哪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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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一下现在的心得 很热 太阳好大 而且你只有几点剩个啥 没错 好啦 我帮他撑一下 这一棟好漂亮哦 很值得一看 真的 我们现在呢在古城区周边最热门的塔佩门 那这边呢很有名的就是跟鸽子们合照 周边有一些谈判 他都会一直跟你说 来来来帮你拍照 那其实他们会先把鸽子集中起来 然后用他的方式让鸽子飞热起来 所以你就可以拍到好看的 跟鸽子合照啊 或是影片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穿了太府 然后完成我们的古城巡礼 我们先去了盼道寺 然后踩迪龙寺 然后最后回到塔佩门 那还蛮建议大家 因为其实古城里面的景点啊 都还蛮热门 而且很经典 所以如果你要换太府的话 你可以像这样走一整天 然后拍出非常多好看的照片 那待会的话 我们晚一点要去周日夜市 那也可以从我们现在未来的这个塔佩门 从那边开始逛 今天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因为它里面不是纯肉 所以它的口感不是非常Q弹 是有一点点粉粉的口感 台式香肠 我们是把蒜头跟香肠分开吃 它直接包在里面的感觉 很好吃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是一个泰式的传统碟线 比较常见就是这两种线 一种是上面是这种黄色的 用蛋黄 然后还有糖它去做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这种红色的 它是用椰子它去做的 它吃了它的话 它的size是做的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通常一般我们在看到 它的尺寸会再小一点点 很好吃耶 甜度蛮高的 可是它中间蛋白的地方很绵很绵 很像是鲜奶油的口感 但是也很小 我们刚刚买了芒果糯米饭 这一份只要 50块超便宜 然后芒果超多 然后它上面还有附一包很像练乳的东西 我只能说泰国人就是很会煮糯米 糯米超好吃 酱汁调锅所以其实不会太吃点 非常刚好 它有一种龙眼汁加椰子水的味道 我觉得它不只有龙眼汁 是好喝的 蛮清爽的 是清爽的 然后不会太甜 而且它会加很多碎饼 上面其实还有满满的龙眼 是极限的龙眼 是极限的龙眼 是认真的龙眼 对 不是干 我觉得可以 可以买的 这边还有三只 来周日也是要买的 WESP 降业 我们已经逛了三个多小时 而且时间过很快的感觉 结果发现我们才逛到中间一半而已 周日夜市真的就是太大了 至少安排一个晚上 还蛮推荐大家 周末的话其实起码有很多 周六夜市 周日夜市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限定的市集 建议可以安排一个周末 然后来逛一些这些限定的市集 我们现在已经逛到美丽 对 脚超酸 走超久 准备要回饭店休息啊 大家拜拜 那我们这次住的饭店呢 就叫做 尔未勤迈塔佩Resort 是一间四星期的饭店 然后它的装潢非常的漂亮 它是纯白色系 然后殖民风格的建筑的特色的感觉 那这家酒店的话呢 它本身的位置还蛮不错的 它是闹钟取静的感觉 它是位在巷子里面 可是你从酒店啊 走路散步到最热闹的塔佩 大概也才五分钟的路程 很近 而且它其实房间里面空间都很大 它还有分非常多的房型 然后我觉得大家要提前预议 一定是那个泳池之通房 就是你在房间里面 其实就可以打开你的窗户 跳去游泳啊什么的 那房间住起来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床非常好睡 然后浴室的话 连蓬头的那个水压跟热水的热度 我觉得非常棒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 它房间里面的光线 因为有时候女生要化妆啊 最怕那种黄光时光灯光 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化了什么 但它都是白光打下去 而且它这边的早餐的餐食 有一个很大特色 就是它是蔬食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快点去吃早餐咯 再喝一口豆浆 好 泰国的豆浆的味道 其实跟台湾的味道 会有点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无糖豆浆 而且它这边早餐 其实很多品项 它都是有用大豆去做的 像这个 这我觉得超特别的 它是豆腐再加上芝麻 做成的豆腐 对 做成的吐司 而且上面的果酱 满满的都是果粒 是真材实料 对 它长的状态是完全百分之百的纯果肉 然后直接把它做成果 像这个是奇异果 这个其实是柚子 有点像那种柚子酱做成的 然后上面有柚子皮 它有旁边这个 滋满的就是素肉 因为有些素肉 实际上会吃不太习惯 味道比较偏清淡的那种素肉 因为像台湾我们一般吃到的 素肉的那个素肉的味道都会 非常非常的重 它会有点过鲜 可是这个不会的 它的调味也还蛮刚好的 而且它这边呢 完全没有蛋 对 连牛奶都没有 就是淡奶酥 就是玩具真正的素食 然后包括它有很多沙拉区跟水果 而且我觉得它的沙拉区很棒 因为它是有很多原型的食物在里面 还有一个 建造果汁 对 就是它有准备那些蔬果棒 自己亲手炸果汁的感觉 它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加甜甜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纯蔬果可能有点 它有那个蔬菜的声味 嗯 还蛮贴心的 然后是因为这间酒店的业主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在推广素食文化的人 所以它这间饭店的话其实还蛮推荐给 本身就是喜欢吃蔬食 或是你真是出国想要有一两天吃的比较清淡的 可以过来体验看看这边的早餐 因为像是如果你一般吃素食的话 你可能去一般的饭店 它的素食选项可能就会没有办法这么丰富 但在这边的话就是全部都可以吃 而且像它有些虽然是素食啊 但是它会用泰式的调味 对 就是你会吃到有点像打泡猪啊 或是绿咖喱或咖喱的味道 但是实际上它用的食材是素食 对 但是你吃下去就会觉得 诶 它的味觉是很有成熟的 其实不像是素食的感觉 就不会觉得你今天是来吃素的 对 那我们就继续吃早餐啦 那我们现在已经吃完好吃的早餐了 这一次呢带大家来清迈之旅 很有趣吧 我们去了白庙蓝庙很漂亮的 经典的青来一日游的行程 对 然后还去逛了周日夜市 而且周日夜市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 就是一定要去逛看看 而且我们这次逛完完全逛不够 我觉得下次一定还要再安排 对 再去把它逛完 然后还有非常经典的泰福体验 泰福体验强烈推荐大家也要去试试看 然后我们这次行程啊其实顺序都排得还蛮完整的 就是都在周边游 那大家想要用私人包车也是非常方便 下方我们会放上这一次所有的相关资讯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看下面的资讯栏 那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再见咯 拜拜